美国司法部在日前起诉了五名中共军队的黑客 并公布了嫌疑人的名字和照片 美国的安全人员表示 国与国之间互相刺探情报是正常的 但是中共跨越了红线 针对美国的民间组织、私人企业和商业界进行网络攻击 这是不道德的 5月19号 美国司法部起诉了五名中共军队黑客 指控这些人侵入五家美国钢铁、太阳能、核电企业 以及一家劳工组织的电脑 窃取商业机密和其他敏感商业信息 美国安全专家表示 军方对军方之间情报单位 对情报单位之间的互相刺探是正常的 大家都心照不宣 但是中共军队利用国家庞大资源攻击美国私人企业 窃取宝贵的知识产权后 再交给中国企业 其中很多是国有企业 发展山寨产品 借此来打击美国公司 这是非常不公平 也是不道德的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温斯顿 多德大使表示 中共的商业盗窃行为 每年给美国公司造成数百亿美元的损失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社论指出 这个起诉的目的是向中共传递一个信息 积极盗取美国经济及商业机密的行为 将不再被容忍 美国官员表示 除了遭到起诉的中共61398部队之外 美国国家安全局及情报合作伙伴目前还在调查20多个中共黑客组织 这些组织大多为中共军方单位 他们侵入了美国大量政府机构和公司 据报道 中共当局对美国的指控做出了强烈反应 除召见美国大使以示抗议外 还终止中美网络工作组的活动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 中国是美方网络窃密和监控的严重受害者 他所指的是 前美国国家安全局承包商雇员斯诺登 揭露的美国监听丑闻 美国所监控的东西 它是起到一个维护世界安定的作用 在这个作用前提下 它无论是从事反恐监控 它是有话可依的 有章可循的 国与国之间利用网络 窃取他国的经历 这不是什么命令 因为美国不会监控这些异议分子 如果你在美国网络上 对美国的政府的做法 提出意义和反对 美国政府上至公同下至工作人员 不敢把你怎么样 不敢窃取你的机密和干扰你的系统 但中国不一样 中国的心盾实在是无孔不露 如果你对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些意义 你就会受到监控 你的网络系统就会受到干扰 据了解 以往美国基本上是通过外交或媒体等途径 来表达对中共窃取机密的不满 为何美国现在改变态度呢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话坡认为 有几方面原因 中国召开亚新会议 声称呢 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 那意思就想把美国呢 击出亚洲 而且中国呢 又举行联合军联 针对的就是 美国在东海的盟国日子 而且呢 中国这次和俄罗斯 又签订了能源协议 这样一来 美国和欧洲国家呢 在制裁俄罗斯 中国呢 却暗中呢 支持俄罗斯 美国呢 美国官员表示 他们将关注中共当局 是否限制网络间谍活动 以及将采取哪些步骤 大陆时事评论员周晓辉 在博文中指出 中共高层现在 不会忽视美国的警告 毕竟中共有太多 令人惊骇的秘密 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比如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比如在美高官的直系亲属和存款 美国抛出任何一个 都将彻底要了中共的命